決鬥 我玩了放開的牌組 相信遇過的玩家都知道會怎麼樣了 但是沒關係 原來根本沒看過這遊戲的觀眾我來說明一下 這遊戲的英雄是會進化的 完成條件的時候可以升級發揮出更強力的效果 像是雷茲這張卡 他在場上有三個世界符文的時候就可以升級 升級之後只要場上集滿了五個世界符文 就可以直接摧毀對面的廚房 開始了暗霧開始遷徙了 伴隨著暗霧每次被召喚 都可以無限的增加他的攻擊力與血量 無限都只是維爾哥的戲法吧 你說的沒錯還嘛 無限都只是維爾哥的戲法吧 取去隱落的王者 打著這種無限的名號是不可能擊敗我的 他想要打入後期還不斷強化暗霧 但他不知道的是 進入後期 這是我想要的 維爾哥的能力是 在每回合第一次有友軍陣亡的時候召喚一隻暗霧 並且總之往友軍的攻擊力達到20點的時候進化 進化之後可以改成 每回合控制一隻敵方最強的怪獸 九頭曼驚喜的效果是 你在召喚以及回合開始的時候都可以召喚一隻暗霧 但是我們剛剛的解牌已經拿去解掉維爾哥了 直接沒有辦法抵擋暗霧的清洗 聰明的觀眾應該已經發現了 我一直抽我的卡組 將卡牌衝入目的 這都是為了觸發探敵狀態 探敵狀態就是 當我的卡組卡牌數量小於15張的時候 我的海關單位都可以加3加3 並且觸發他們獨有的能力 魔斗凱撒的能力是 犧牲兩隻友方單位可以上級召喚魔斗凱撒 並且在將犧牲以及之後死亡的單位都原地復活 海怪給我的幸運寶箱可以隨機給我5張0倍消耗的卡片 透過暗殺的效果可以直接將他的魔斗凱撒斬殺 但是在召喚時 魔斗凱撒因為是6費以上的效果可以觸發濃威 同歸就是可以從幾個隨機狀態中得到其中一種狀態 魔斗凱撒得到的是不死的狀態 在死亡之後可以以一滴血的狀態重生 這被牆透過憎恨尖刺來解掉他剩下一滴血的魔斗凱撒 但是被他的死亡爪先抵擋下來 剩下15張牌他仍然衝到我想要的卡片 如果這時候他還打出威爾哥就很難翻判了 16-16的威爾哥 而且他這一回合結束的時候 暗巫死亡他就會進化 我和死亡 我和死亡 回到後面 來了 只要撐過這一回合的攻擊就是我的勝利了 我召喚冒凱 外牌的進化為棄至25張或是25個友方單位死亡 進化之後可以使對面的牌組只剩下4張牌 再打出海底墳場 死對面7隻6張牌